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103年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平等办公室 今年市府更积极与企业民间团体 透过公司协力关注多元平等与共荣的性别议题 也推动许多性别平等政策 涵盖生活教育就业公共参与等 建立多元共荣的社会氛围 今年适逢性平办公室成立10周年举办活动 表达许多单位在社会公益与职场性别平等领域 努力的感谢 其实在2014年3月7号 台北市我们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办公室 我们率全国之先也创造很多第一 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市府同仁 特别我们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性别委员 大家给予我们非常多的建议协助 以及大力支持 才能走过这十年有许多具体的成果 一直以来台北市我们算数过之前推动很多的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局处 其实都有性平友善的政策 上个星期六 会跟同仁参加在台北市每年举办的同志大游戏 也到我们性平办社的摊位 在我们产物市集当中也深受许多民众的喜爱 现场会要谢谢同仁很用心地宣导很多性平的理念 其实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就是希望能够消除因为性别所带来的任何歧视和不平等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性 所以台北市我们不管是在去年七月 我们面对任何的性骚事件 我们成立了性骚我们是专线 就是让每位受害者不再是一个人 我们可以全力的协助救助 第一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投入并且参与联合妇女机会委员会 让国际看到台北推动性平的各项具体成果 同时我们也推动很多 包括刚刚看到各居住 连环保局 大家已经想到 推动台北市全市性别友善的公策 我想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 我在上星期六 也到我们性平办的摊位 谢上 Love who you love Be who you are 爱你所爱 做自己 我们希望让这样的理念 传递到各个角落 同时 当天我也感受到很深刻 我们台北市政府不只是升起彩虹旗 现场有很多外国朋友 特别飞到台北参加我们的同事游戏 有来自美国欧洲 到也有来自日本 还有包括东南亚印尼 泰国等许多的国际友人 一起前来共产盛举 他们看到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升级长期 有的外国友人告诉我说他们很羡慕 他们也很感谢 当我们知道我是市长的时候 都顺及到我们的谢谢台北市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长期推动的新平政策 所以这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道路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也会持续的守护大家的权益 守护这样的理念跟价值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持续给我们建议 一起参与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 好 迈向下一个十年 甚至持续的永续下去 那最后我也跟大家分享 上个月我当美国 在哈佛有一场演讲 在介绍台北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台北市 我们推动新平各方面的成果 特别台湾当2017年 成为亚洲第一个 推动会议平权的法案 但台北市我们在2003年 就举办了同事游戏 现场所有的美国朋友 年轻朋友 学生 他们都非常的惊艳 也再一次对台北市 有更深的认识 感到骄傲 所以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十年有成 我们继续努力 这一条路会持续走下去 活动回顾十年 性别平等亮点政策外 市府也邀集许多民间团体 与企业在市府大厅涉摊 透过互动环节增进市民对 女性权益保障性别平等议题的 历史与心知了解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秋冬季节到来 民众会用中药材来补身体 但小心中药可能参了异物 台北市卫生局进行中药专案抽检 其中一件用来止泻 改善肠胃不适和肌肉疼痛的中药材 台湾补公英 验出清热解毒的兔儿菜 两者外观类似 但功效完全不同 已开罚新台币3万元 这次总共存用的三件 除了依照中药材影片的标签 及包装因标示处理原则 去查核标示以外 也针对品质进行检验 依照药材的一个属性不同 检验的项目 包括有调材鉴定 中金属二氧化硫 以及农药残硫及黄麴毒素 经查核标示的部分 是都符合规定 那在品质的部分 有一件台湾普攻英 经过我们的卫生福利部 使用药物管理署 鉴定检验检出 土儿菜的成分不符规定 那以依请来人所在地的 卫生局进行查核处 卫生局表示 中药材掺杂义物的情形 属药事法所成列药 医药事法规定 制造或输入裂药者 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罚还 贩卖供应或调剂者 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罚还 那市售中药材的来源 来源不一 而且万用的名称有差异 以致中药材有同名医物 或同物一名的一个现象 甚至于有混淆物用的一个情形 因此基于民众用药安全的考量 药材的一个选择 必须要透过外观的一个检查 以及显微镜的一个间谍 来确认正确的一个机缘 才能够达到有效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疗效 那中药材掺杂益物的话呢 会依照药师法第21条 第三项属于裂药的情形 那依照第90条呢 制造或输入利药者 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罚还 贩卖供应或调剂者呢 可依同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呼吁民众在使用中药材前 可咨询合格中医师 或至卫福部台湾中药点 即图件查询资料库查询 以确保中药材的适当使用 记者离聚会台北报导 捐血车上满满都是捐血民众 车子外面也有民众排队等待捐血 这是万华区饭店业者 与蒙甲服饰商圈促进会等单位 举办的捐血活动 民众只要前来捐血 就送出两人同心 一人免费的资助餐券 吸引民众前来捐血 市议员郭昭炎也特别到场支持 其实就是商圈跟我们的 在地里的领长 他们都很热心 然后每一年都有举办 这样的一个捐血的活动 因为真的是捐血真的是救人 因为现在缺血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发起这个活动 而且是定期的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周边的三家 还有这个我们的来往的 这个游客参与真的很棒 那今年很感谢凯达 因为凯达是我们在地的这个饭店 那他们呢除了这个饭店经营非常好之外 也非常的热心公益 那今天凯达也真的热情赞助 这样的一个两人同心 一人免费的资助占券 那也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 鼓励更多的人来捐血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我觉得捐血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然后来这边的大家也都非常的棒 然后可以来这边捐血做公益 然后接着又来这边捐完血之后 又可以在服饰商圈里面走走逛逛 然后也出境了 也让各位认识了服饰商圈的一些服装 从上到下 一直以来我们商圈办活动 其实周边的店家都很支持 然后尤其是一些比较公司 像我们的凯达饭店 他也很全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捐血礼品 然后也连续了两年都有参与了 我们的捐血的活动 然后每次只要是他们 他们只要一出手 其实大家都很都很喜欢 我们的凯达的餐券这样子 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四年 然后每三个月捐血一次的这种活动 然后其实每次大概落在一百多代的话 其实已经破千了 然后如果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角度的话 可以帮助到这一千个人 甚至说一千个生命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也会希望大家 可以一直来一起响应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有需要的话 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络这样子 万华在地知名饭店推出的自助餐 相当受到消费者好评 因此饭店业者透过捐血 送优惠餐券的活动 以实际行动投入公益关怀 号召民众响应捐血 对我们其实已经为期两年 然后跟这个捐血活动一起响应 那我们捐助两人同心的免费券 也是希望民众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实际行动 来捐赠这个爱心 两人同心的免费券 我们主要还是以公益为主 那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万华区域 已经算是就是还蛮有名气 那其实有蛮多里民 都蛮喜欢我们的餐厅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里民呢 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多多来我们餐厅走走逛逛 然后吃吃喝喝 这样子捐血的同时也可以补充体力 饭店业者结合地方商圈 积极推广公益活动 不仅打响饭店与商圈的知名度 更吸引民众晚秀一起捐血做公益 捐血有爱心 赞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不管是死神与南瓜小精灵一家 还是白雪公主配上黑马王子 又或者是超炫的钢铁人 及Q版蝙蝠侠与太空人 这些装扮既可爱又吸睛 这里是台北市周美里 正在进行万圣走秀与讨堂活动 今年吸引了近千位民众参与 让连续四年举办这项活动的 周美里里长邱莉玲相当感动 因为我们很多学子 年轻朋友都是从海外读书回来的 他们就觉得很怀念 在国外读书的这个情景 就跟我说里长 我们是不是要办这个万圣节活动 我说好啊你们喜欢什么 我们就是要迎合 年轻朋友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办了今年是第四年 那也要我们五七一所有的社区 共同赞助 每个社区的赞助糖果 非常多的糖果 还有有些社区要准备游戏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万圣节 有小朋友打扮成真子 看起来就好像从电视里爬出来一样 要选真子 因为很可爱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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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黑色 真的哦 他自己说他要当真子 对他想要当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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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觉得你想办这样的活动怎么样 很棒很好玩 这对母子则分别装扮成电影的黑母女 及电丸的碧极公主 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好歹是个漂亮的角色 对 那女小朋友呢 她是玛丽欧的碧极公主 对 你怎么会想要去碧极公主 因为我这样很漂亮 你有玩过她的游戏吗 有 还有麦当劳薯条姐弟也走上街头 超萌的模样 连市议员游鼠惠都抢着跟她们合照 为什么想要这个 因为弟弟只愿意穿薯条 只吃什么 对啊 他也喜欢吃薯条 他也喜欢吃薯条 要问耶 耶 你喜欢薯条吗 喜欢吗 要 什么吗 薯条 薯条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好玩 会不会很热 不会 还有支柱的父子一起现身 对里长举办这样的活动直说很棒 那觉得你办这个活动怎么样 还不错啊 希望每年都可以有啊 不只帮小朋友打扮 不少家长自己更用心投入cosplay 像这位爸爸就把自己装扮成一匹黑马 以配合小朋友的王子造型 我是黑马王 黑马王子的黑马 黑马王子的那把 我喜欢装成这个装扮 因为儿子是王子啊 我只能当黑马 我当黑马 其中还原度最高的就是这位林爸爸扮演的知名电玩主角 因为小朋友很爱这个角色 林先生自己动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制作 成果让人惊艳 这个角色是什么 麦块 史蒂夫 史蒂夫 我儿子说这个最帅 他花了多久的时间 昨天开始做的 昨天开始做的 对 花了大概一天 一天又一个晚上 哈哈哈 感觉等一下这个喉灯好不好 这个喉灯好好玩 不过 我好热喔 希望每年都快感觉 立法员李彦秀也赞助南瓜桶给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 台北市议员雀梅莎及游淑慧跟到现场分送糖果给小朋友 对于丘利林里长的用心非常肯定 是由我们五群 一群妈妈志工 然后Kathy代表 一起把大家召集起来 还有我们最热心 我们最漂亮的我们丘利林里长 然后办这个活动 然后每年越办越盛大 那我之前有来参加过 以前我在美国念事我就很喜欢这个活动 每到Halloween的时候都会在家里准备糖果 就会有人来Trickle Tree 不给糖就捣蛋 那牛奶阿姨却梅莎今天还有准备牛奶糖 还有小包的水果糖 来 里长妹水果糖给大家看一下 水果糖 在这边 那小朋友也都很喜欢这个很可爱的 对对对对 让大家有一个很开心的周末 这是我们中美里跟这个社区一起办的万圣节活动 那万圣节虽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会办 不是 是一个比较没那么普及的活动 但是这几年来内湖地区有越来越多里长 会跟社区一起去办这样 那我们看到家长也非常热情的响应 你看很多小朋友 他们都去租这个道具服 然后小朋友都办得很可爱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活动 让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节情 除了万圣节走秀 邱莉玲还与武奇所有社区合作 透过布置 营造万圣节惊悚又好玩的氛围 还有社区提供主题拍照区 胖卡车美食免费吃 及芝彩游戏送糖果等 让整个周美里社区既融洽又和谐 我觉得这种活动可以让整个社区的氛围 更融洽 更协和 然后我比较喜欢把欢乐带给大家 我很乐意 我们明年就算不当主委 我也会在推动 我们每一次的活动一定要再继续办下去 明年赏社区是最热心的 这个花最多心血在我们这个社区活动 尤其是我们李许主委 他每一次的我们各项活动都非常的支持 我非常感谢我们李许主委 邱莉玲表示 中美里有在地出生也有心血加入 希望通过一连串的活动凝聚所有里民共事 一起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万春节快乐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吃着超商及其优惠便当 52岁的詹先生担任传产业务 目前月薪约4万多元 与太太双新家庭月收入近10万元 但因为这几年通膨太厉害 自己还有就读高中大学的孩子要栽培 所以即使年过半百也不敢想退休的事 因为现在通膨压力比较大 物价又长得比较凶 所以现阶段来讲 本来以前跟我妻子两个人薪水 可以cover的部分 现在都变得好像都被吃走了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要规划退休这一块 对我来讲是比较不敢想的 以现阶段的物价来讲 应该只能讨论 然后没办法去做比较详细的规划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因为我三个女儿就是一个最大的大学 然后两个高中 那现在就是等他们毕业以后 那可能才有机会去规划 我跟我老婆退休的这一块 除了我刚刚提的长辈身体的状况 要健康以外 不要生病 那再来就是说 一般我们对老保的疑虑也比较忧心 因为怕可能不久会破产 因为一直有这样的谣言 那本身来讲 我们现阶段因为通膨的压力 那也没有办法提拨 比如说多6%的老退基金去存 所以说这个部分 现阶段来讲 真的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一部分 用手机查看股票投资状况 现年28岁的Eric是外商资讯业工程师 月薪8万元年收入破百万 但原本是月光族 每月赚的钱都花在物质享受 直到因为没买房子和女友分手后 才开始进行财务规划 那时候我跟我前任分手 然后主要是因为她妈妈说 她需要买房 那我就觉得其实钱很重要 那第一个就是意识到钱很重要之后 那第二个就是会慢慢的知道 其实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像我们都会有一些生病 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老 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工作 那我会觉得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我们要去培养一些像是被动收入 那我存钱管道目前的话分为两个 那一个的话就是从股票 那股票我可能会分几种 第一种就是可能它会有市值型 像是我们一些像是608 0050这些 因为其实我们的钱都会贬值会通膨 对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它随着时间过去 其实它的股价也会慢慢上去 那我们的钱也不会被就是通膨吃掉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分散风险 那我会去做一些像是高股息 像是0056等等的 00878之类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去领股息这样 然后再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会从公司内部 然后去买公司的股票这样 对对对 那我那就是 其实我觉得开源的方法 是要持续的寻找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上班族认为不含房产 要存到1247万才能安心退休 且有将近8成9的上班族 担心退休金不够 因此7成8的上班族表示 在退休后还会持续开辟收入 而不同年龄的上班族 担心的状况也大不相同 现在的上班族呢 平均期望的退休年纪来到了58岁 那他们希望退休之后呢 每个自己拥有的流动现金 不含房产 大概要1247万元才会够 那以我们现在 上班族平均的月薪大概4万2来算 大概要24.5年不吃不喝 才能存到这个金额 那目前上班族他们自评 他们退休的压力大概是69分左右 那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一个 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越年轻的上班族呢 他们其实对于退休的规划是越早的 像是现在上班族 他们平均退休规划是41岁开始 但是我们调查发现35岁以下的上班族 他们有6成5以上的人会希望 在35岁以下就开始进行退休规划 其实不同年龄层 对于退休会发生的事情 担心的项目也不太一样 像是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他们比较担心低薪的状况 会让他们存不到退休金 那再来呢 30到45岁我们所谓的重年人口 他们比较担心的是物价通膨 可能会吃掉他们的薪水 导致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 存到足够的退休金 那至于45岁以上的 我们所谓的高龄 或是中高龄上班族 他们其实已经即将要借领退休了 所以他们更加担心的是 退休金不够用这个问题 虽然上班族他们期待的 退休年纪是58岁 但是呢 大概有78.3%的上班族 他们表示退休之后呢 还是希望可以重返职场 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顺遂 那其实他们也希望我在退休之后呢 可以比如说用投资的方式 来帮自己增加额外的收入 再来呢 可能会希望用兼差啊打工 或者是接案 甚至有超过20%的上班族 还希望退休之后 可以再找正职工作 希望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流动资金 好 其实现在确实哦 可能单凭一份薪水就想要存到1247万的退休金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或许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如果有闲钱的话呢 可以帮自己增加额外的被动收入 像是投资理财就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建议上班族 在进行退休规划时 能够稳定从收入划分出退休金准备 其次可以考虑延后退休年龄 或是选择退而不休 分散退休准备的压力 确保退休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由台大医师、营养师、药师和专者护理师等医疗专业人员组成的营养支持团队 致力于新型静脉、肠道及免疫营养的开发 透过居家静脉营养的病患已超过1400人次 不少病患因为手术后营养不良 在调整三餐与营养品的补充 最后顺利恢复健康 我的回忆已经 人教掌和国家的营养师走路路走 照应院士说的 吃饭跟他吃走路走 但是這段時間很幸福 我也是這樣驚一驚一驚一驚 林教授是這樣不離不去 驚一驚一驚 前一年時間 吃東西都不方便 吃下去就會拉 整天都不舒服 到一年以後 恢復正常 才有營養師教他 一餐一吃 如果有肉一直保護我的生命 還要保護到一年以後 已經回合了 現在就比較少看 台大醫院的營養醫療小組 其實是在1986年成立 就是剛剛提到陳為昭校長的一個督導 所來成立的一個小組 而我們這個小組其實最重要是 各位長官之前有報告過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化團隊的小組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以病患為中心 我們來處理這樣子的 相關營養不良的一個情形 在台大醫院 其實我們已經推廣這件事情 已經十幾年了 護理師、營養師 要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錶單 所以我們在住院的病人的第一天 一定要來填這個錶單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 就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健保呢 對這件事情其實是沒有任何給付的 所以就是套用比較房間的說法 就是比較做功德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台大醫院 其實我們有一個專屬的一個 洪TPN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一直到今年呢 已經有大概1400位 這是我們大概在4、5年前的一個論文發表 目前已經累積1400位 在台灣是距離絕對是領先的角色 所以才有機會照讀就是說 陳圖剛剛我講的 就是腸胃道當然還是優先 可是如果腸胃道真的不行 比如說腸胃道的切除範圍太大 甚至它有一些柔管等等 或是有一些併發症 還是不得不去使用這些靜脈營養 當然這個靜脈營養在38年前 就已經健保有幾部 這也是健保的得正 要不然其實這些病人也很辛苦 如果這些TPN沒有給付的話 沒有健保幾部的話 這些病人的經濟壓力一定是更加的沉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團隊 也有導入遠距的一個部分 因為病人居家之後 回到家之後 其實有時候甚至他回診 來到我們的門診 醫生其實很忙 我們可能一個診要看30到60個病人 所以其實很重要 其實病人他的體重的變化 還有他的追蹤是很重要 可是因為時間真的很短暫 很難去做很好的一個追蹤 即使是這麼簡單的病患一個體重的部分 所以這個遠距就有一個角色的部分 可以來幫忙這些病人 所以我們的團隊的話 也藉由穿戴式的裝置 還有一些AI的補助 可以來更好去追蹤病患的一個 體力的恢復狀態 還有他的營養狀態 隨著科技進步與研究不斷深入 台大營養支持團隊 邁向更精進更個人化的方向發展 在術後康復過程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我們都知道手術是非常複雜的事情 然後要讓手術的病人能夠順利的恢復 其實不是只有手術本身 在手術前的準備 手術後的復健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講全人的照顧 在這全人照顧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所謂營養的照顧 那台大醫院從全文教校校長的名參教授 這30年來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堅強的營養支持的團隊 這種支持的團隊 讓他們在手術前的準備 手術中以及手術後的復健 都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支持 真正的是實踐了 所謂全人營養的全人照顧的這樣的理念 大家平常比較少注意到他們的角色 但非常高興能夠透過今天的記者會 由我們陳主任跟林明山教授所領導的團隊 包括我們整個醫院的團隊 能夠將這個全人照顧 手術營養的照顧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跟大家分享 我們外科醫師其實不會 不能夠只有說靠手術 那病人的營養跟身體狀況 不管是在術前術後 那都是跟我們手術能不能順利恢復 那病人能不能順利恢復健康 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營養團隊其實 就是說我們之前我們的陳一招校長 那還有他的得意門生我們的林明山教授 那一直帶領我們這個堅強的手術營養的團隊 那到目前為止有非常非常傑出的成果 那也在這個週末有一個國際的學術研討會 那這一次非邀請到我們全世界最重要級的營養學的專家教授 來我們台灣 那這個是我們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然後營養是我們手術還有所有治療的腎脈關鍵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醫院三十幾年前就開始致力於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團隊現在我們醫生不是高功在上 我們是很多的partner 所以我們的團隊在三十幾年前就有這個概念 包括我們護理師還有藥劑師還有我們營養師 就是我們已經完成了全靜脈營養 居家的全靜脈營養超過一千四百例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全世界最多的案例 最多的北京的案例 那明天的學會歡迎我們媒體朋友 積極的報導宣導這個概念 那也歡迎 台大營養支持團隊更將透過年會舉辦 邀請日韓 美歐 亞洲 修集國內超過五百位專家與會討論 未來帶給國人更精準的手術前後飲食指引與照護方式 也商討國內手術病患營養評估相關健保費用補助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 互動式的教育課程讓學生增強健康儀式 這是全民健康基金會攜手足扯業者推動的優質健康教育課程 透過學童們學習保肝健康知識 建立正確的健康習慣 同時也從而感染周遭的人一起保健 那這堂課的起源其實就在你們這麼小的時候 然後我們家的小孩就在這個地方開始培養 如何推動自己變成小健兵 所以他們在這邊學習了很多志工姐姐專業老師他們設計的課程 讓你們可以在線上跟線下一起玩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合運租車 尤其是這個我們的福福總 因為有合運的加入 所以呢原本只有在這一個蛋黃區天龍國 可以有的這一個教育的福利 我們開始推到各個平衡去 那非常感謝 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到達了這個北北基 今年呢已經到了我們的新竹縣新竹市的部分 我們希望呢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推廣到全省的天下 跟著我們保甘的那個教主 就是我們的王老師一起就是開著保甘的列車 到處去就是不管成人小孩 一起來做這個健康教育的部分 那同時我也要感謝政府 以及學校各界的一個大力支持 那今天呢是我們連續第三次對這個活動的一個贊助 那我記得我們從去年開始就配合這個檢見會 從台北市我們把這個活動推廣到新北基隆 那我們現在到新竹這個地區 那我相信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優質活動呢 能夠從都市慢慢的把它推廣到天下 甚至於逐漸的遍佈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同時呢我們也期望就是說 有更多的學童小朋友來參與 我們期望能夠落實 剛才所謂的這個健康從小乍根的這個理念 其實就是因為早年之前 在往進教育或服務之前 我們在民間 像我們之前也曾經跟 比如說像跟慈濟在合作 一些環保教育的事情 那我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很多這些很重要的概念 你跟這個比如說 要跟家裡的阿公阿嬤講 有時候我們像這種 年紀的跟自己的爸爸媽媽講阿公阿嬤講 然後有時候都不當一回事 然後都跟你配合中 但是如果孫子講的話就不一樣 孫子說阿公阿嬤你怎麼這樣 阿嬤你怎麼這樣 那個孫子女對阿公阿嬤的影響力 真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像之前我們在做環保教育 我們就覺得 怎麼樣透過孩子們的力量 可以促成家庭裡面的改變 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在健康領域 我們這次看到這個 這個保肝推崩小經病 我就覺得這個概念太棒了 因為特別是很多健康的概念 有時候我們在跟我們的長輩 跟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 叫他去做檢查 有時候也是跟你 有時候都要吵架吵半天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讓孩子們 透過這種比較有趣的方式 從小的時候 他就有這種 這個國民健康的素養 很重要的概念他都有的時候 然後再透過他們在家庭裡面 發揮這個影響力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有創意的做法 好健康小學堂從北北基擴展到新竹 這次邀請到新竹內灣國校學子 免費參訪全監會並上課 期盼他們習得知識後 做一位保肝推廣小煎餅 那也很謝謝我們好健康小學堂的活動 不管是線上課程 還是我們多元的實體課程 讓學生都可以從小開始學習 保肝以及注重身體健康的課程 那也可以帶回社區帶回家長 然後跟家人做分享 然後很謝謝這個活動 帶到天下 讓我們孩子可以看見更大的世界 那這個也許是產書豁免的責任 因為2017年 我在許批跟我們林醫師的指導之下 這個把好健康小學堂成立 就是有那個責任要繼續恨惡 所以本來我說不要赤詞的講話 介紹一下就好像說一定要講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小學堂有很大的意義 就是第一點 其實健康的促進是忠誠學習 當政府在推動的時候 很奇怪就是卡卡的 所以如果有透過公私協力 尤其像好心肝的這樣一個基金會 然後搭起那個平台 把官方學校企業結了在一半 我覺得那個效果特別好 創意的教學模式打破傳統被動學習框架 激發學生自主探索與思考 更進一步與日常生活結合 深化健康知能 課程主題涵蓋肝膽、心臟、腸胃等健康知識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健康觀念 小球員們展現球技 在對手嚴防下投籃命中 這是由南港區育成里里長黃聰志 與南港區體育會合辦的 台北市社區杯三對三鬥牛賽 今年邁入第二屆 共分國小、國中、高中、青年及壯年五組 共吸引60隊報名參賽 其中壯年組是今年新增組別 本身就愛打籃球的黃聰志 希望鼓勵45歲以上的民眾 也能開心打球享受運動樂趣 我們第一屆45隊 第二屆已經增加到56隊 這是我們原先所預期的 我們也增加了45歲以上的壯年組 這一次非常高興 報名隊友非常踴躍 我們這個比賽 希望在南港區的東區 松山區南港內湖這四個區的東區 我們這第二屆一直往下辦下去 也希望南港區的體育會 跟臺灣政策體育局 要多多支持我們 就來辦理社區的活動 去年四十四組 今年五組 我們多增加一個45歲以上的壯年組 一樣就推廣我們全民體育運動 包括壯年 都要把它自己受造成跟青年一樣 跟青年一樣 所以舉辦壯年組有它的意義存在 像我自己也可以打壯年組 我們也有里長報名 我們西新里長也報名 四十歲以下的它是青年組 橫跨不懂世代的台北市社區盃 三對三鬥牛賽 也獲得各界支持 肯定對推廣基層體育活動有極大的幫助 三對三鬥牛很刺激 在世界各國每個國家都有辦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社區 又在我們的活動中心裡面辦 又加上親子 哇這個活動真的是多彩多姿 我們非常非常的贊同 我們的理事長 以及所有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來舉辦三對三的籃球比賽 東區的這個三對三籃球賽 這個我非常壓抑 有包括四十五歲的這個壯年組的 到我們這個國小國中高中都有 我真的很感謝長期熱愛籃球運動的 黃中志黃里長能夠在我們南港運動中心裡 主導這個杯賽 我希望這個杯賽能夠每年都得到我們 市政府或是我們民間團體 南港體育會的一些資源益助 一次一次的辦得更為盛大 黃里長是非常用心在這個各項的活動上面 那尤其他知道這個年輕人很喜歡打籃球 所以就舉辦這樣子一個大型的這個三對三的比賽 讓我們孩子們能夠有機會展現一下自己的功力 臨場鍛鍊的成果 很受到家長和這個小朋友的歡迎 其實里長在每一個台灣的各個鄉鎮 尤其台北市有四百五十六個里 如果都能像黃中志里長一樣 發起這樣子的自發性的運動 那你看不只是年輕人 其實他們的家長到社區的這些長輩都會願意走出來 然後看著這麼熱血的活動 也會帶動整個社區那種健身產業的 還有那個熱血的情形 蔣萬安市長他一直非常強調我們運動制度的這個想法 所以呢我們在每個運動中心我們都希望喔 除了有好的硬體之外 我們的軟體包含我們的活動都可以多多舉辦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在地方上 在南港舉辦這樣子的第二屆的籃球比賽呢 我們有國中國小高中還有今年的45歲以上跟45歲以下 我們希望所有的這些好朋友都可以再把籃球拿起來 最主要里長都那麼認真 聽說他已經辦過一次了嘛 這第二屆啦 那像這樣子認真的人 而且他也不年輕喔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鼓勵啊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要鼓勵鼓勵 贊助提供鬥年賽場地 南港運動中心方面也期盼持續與社區合作 讓運動風氣深入台北市各鄰里 我們在地經營南港運動中心18年了 真的是運動人口有增加 小朋友家長都一起喜愛這樣的運動 我覺得對社區的一些運動的風氣啦 社區的凝聚力啦 里民的一些健康休閒活動的發展 都是很有注意很有幫助的 啊我們南港運動中心 是一定要站在這個角色這個立場 來協助這個方面來進行 記者張綺騰台北報導 環保局清潔般針對水溝內 污泥垃圾等雜物進行清淤 務必要在颱風來臨前保持水溝暢通 從那個上一次颱風一直清到現在了 對那個山坨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市區低洼的都在加強 來做好我們先再來做那個加強 裡面的一些那個淤泥 而在東四抽水站 大型的抽水機具 持續在現場待命測試 根據中央氣象署預報 康瑞颱風有機會在周四或周五 影響到台灣 金融市長謝國良說 政府會做好準備嚴陣以待 這幾天在颱風的準備上 那我們還有一兩天的時間 颱風大概禮拜四會再開始真正的 對台灣有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這幾天也會積極的準備 那明天早上的市政會也會針對 防台的部分做一個很充分的規劃 跟因應未來的颱風 這幾天清淤清溝 我們也都不會有任何的減緩 我們會積極的準備 那包括土石流益這個警戒地區 以及我們之前有發生過災情的幾步 我們也都會再度回去關心 雖然颱風還有兩天 才會影響到台灣 不過市政府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隨時做好防台準備 記者黃少民介紹報導 清潔隊員們利用清溝的工具 賣力清淤水溝更清出 比手臂粗大的石塊相當誇張 康瑞颱風來襲 為了降低可能的積淹水情況 基隆市環保局各區隊清潔隊員 一早就依照規劃加強水溝清淤 其實水溝清淤對於基隆市環保局來講 是我們的核心業務之一 我們每一週每一個月都會固定的 針對基隆市的主要幹道 進行相關的清淤工作 那現在康瑞颱風這個 即將在本週就會很接近台灣 所以我們也會加強相關的水溝巡檢的工作 那我們確實我們幾個清潔隊的班隊 都很認真很努力 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加緊的加強我們水溝的清淤 希望呢如果是強降雨 或是颱風來襲的時候 可以有效的讓我們的這個雨水 可以快速的排除 環保局長馬仲豪指出 環保局平常就有規劃定時清淤各區的水溝 颱風來襲前更會加強清淤 雖然先前三陀兒颱風期間 降下破紀錄的雨量 導致積淹水相當嚴重 也傳出部分外界聲音質疑 是否是因為水溝沒有清淤 但是積淹水來得快也消退得快 更說明清潔隊員們平時清淤水溝的努力 我想近幾年極端氣候 我們基隆適逢七八十年來沒有遭遇過的 這麼大的水量 那以我們的各主幹道來講 因為清潔隊都有很仔細 而且很負責任的 我們都有定時的在清淤 所以我想這次大家也可以發現 雖然水來得很快 但是它退得也很快 其實就可以間接的證明 清潔隊在各主要幹道的 平時的清淤工作是有成效的 而且非常確實 馬仲豪也呼籲大家 平時千萬不要亂丟東西 特別是建築及道路施工的石塊等異物 以及倒油水到水溝裡面 才能減少淤積成塊阻礙水流的問題發生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那在這過程中 假如也有我們市府這邊需要來更多一層努力來推動 讓我們的行政效率更有效率的部分 我們一定都積極的處理 包括說像去年我們在建造的 核發上我們就基標榜我們的速度 就已經比再前一年 就是我們剛接任前一年 那速度整體增加了大概50%以上的一個效率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也希望在核武法令的前提下 增加我們行政效率 增加好行政效率就可以服務好在座的各位企業 進而可以服務到更多的產業 然後創造更多的就業 市長謝國良出席跨域企業服務 臨政平台廠商座談會 強調市府大力推動企業和正風單位合作 在遵循法令之下也能夠提高效率 事實上這一陣子我們非常倚重正風處 在幫我們做很多的市政工作的把關 包括評選 我們都希望正風處 在重要的一些不管是處參案件還是商業案件 都能夠共同的參與來派員代表 我想這樣對很多的工作同仁心裡也多一份的安心 另外在未來的很多都市發展的很多程序的過程 我們現在也都有導入了這個都發處 來跟我們正風處積極的開會 我想正風處絕對是我們府裡面最好最棒的法律幕僚 那基本上我的團隊跟公務員大家都希望把工作做好 但是在這個前提又不想要有任何法律上的一些爭議 所以找正風處來跟我們協助 把過程都能夠把關 都能夠共同討論 共同決策 而市府都發處正在規劃新市政大樓招商案 市長謝國良強調 未來也期待正風處共同參與 未來的一個市政大樓的這個招商案件 未來我們也期待正風處跟我們共同積極的參與 把我們的相關市政工作都能夠在正風處共同的參與下 把它做得更好更棒 那今天這個聯政平台也是我們長久以來 就希望企業跟我們的正風大家也能夠積極合作 這場座談會邀請了台電副總經理蔡智夢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副總會長魏雅安 做專題演講分享誠信經營的實踐經驗 雖然這個座談會可是增加民眾跟政府一個接近的平台 比如說在我們申請建造方面 很多繁瑣的申請條件 那透過這個平台可以加速我們的申請速度 會中誠信論壇則由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主持 安排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引言 金融市政府產發處稅間處長都出席和企業代表們交流意見 期待透過強化連結治理和企業誠信觀念 共同促進金融的經濟發展 記者黃稍民金融報導 期限服務連這個平台 循環資源海洋牧場示範模組 獲得鴻海公司的支持 展現了產學合作的典範 海大攜手尊鴻環保 將廢棄的建材有系統的回收 並轉化成3D列印的材料 根據海洋環境的需求 打造適合不同物種生存的魚膠和藻膠 前後的設備大概投資了好幾千萬 因為設備它從分類到破碎 到錫選到整個再做成3D列 那這個是一個很息息相關的一個環節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必須要把廢棄物完全的分類開 分類開之後再加工 放到海洋是不能加鋼筋類的東西 因為鋼筋加進去它會產生氧化 鋼筋就會鏽石 那鏽石它這個膠體它就會爆裂 就像我們海沙物的那種概念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材料裡面 它就強度就需要非常的強 那我們必須要用結構的一個設計 來讓整個材料 就是整個膠體是很完整的一個結構 預計這一項技術將可以改善 台灣西部海域的沙岸地形 為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氣息環境 同時推動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主要的發想其實還是在於 在地上面的地方創生 我們希望透過大學的USR 去結合企業的ESG 那今天正式去做發表 就是希望把ESG跟大學的USR 去做一個完整緊密的結合 那這個結合剛好在今天呈現 那我們也結合了海大相關的專場 包含了就是珊瑚上面的種植和富裕 還有藻類上面的種植和富裕 然後完整的希望能去扣合到 未來2050年的淨零排放 那這時候我們就結合了包含 鴻海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尊鴻環保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三方的一個合作 鏈結了產官學研 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我們希望落實未來在台灣的西部海域 是屬於沙漠地形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魚必須要有住的房子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去透過大型3D列印機 我們希望設計出不同種類不同物種 或不同珊瑚和不同藻類適合的房子 為這些所謂來去建立一個完整的海洋牧場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可以達到去魚 集魚 最後還可以富魚 然後達到永續上面的生物動樣性 不只為在水生動物實驗中心的 循環資源海洋牧場示範模組 校長指出去年 與鴻海科技集團親屬的 永續海洋循環資源 成學合作備忘錄中 合作的目標就是致力於 創造海洋生態多樣性 與循環資源永續利用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把新環經濟在海洋模組裡面做一個示範 把海洋廢棄物 建築廢棄物利用3D列印做成藻礁 然後再用微藻 中型藻 大型藻 來吸收二氧化碳 複合業界的ESG 然後再把這些藻類做成健康食品 也做成飼料 讓我們循環進去更成功 帶海洋的淨零排碳 一個非常成功的示範 這次合作展現了產官學研的緊密結合 實現企業ESG與大學USR的完美結合 更為台灣海洋永續發展開創新局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新人穿著婚紗及西裝 笑容燦爛 甜蜜入場 又人一身輕裝 牽著另一半的手 參加基隆市聯合婚禮 仔細看地點在基隆城濟轉運站內 外頭磅沃大雨 刮起了強風 但在走紅地毯前 新人和親友們把握機會拍照 似乎不受到基隆好大雨影響 喜悅之情全寫在臉上 期待很久 有啊有啊 就我們已經交往三年了 然後終於要結婚了 來一半在外幕上 原本很擔心 然後好像主辦單位很貼心 就幫我們移來室內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也很辛苦 這禮拜氣象預報是封面 所以主辦單位把它移到這個 比較靠近有遮雨棚的地方 會比較安心一點 他們想要辦怎樣的婚禮 是他們的決定 我們家長就配合 很難得啦 小孩子一輩子一次啊 大家都高興 基隆市民聯合婚禮 原定在風光明媚的外幕山舉行 但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和東北季風雙重影響 主辦的市政府民政處 在婚禮前一天 緊急通知新人婚禮地點 改在成績轉運站舉行 讓每一對新人不用淋雨 完成人生終身大事 那在現代的青年朋友 雖然在比較相對低的結婚率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市政府還是要盡心盡力地 來辦理這個結婚禮 讓我們新人呢 能夠在這個簡約不數 然後簡單又隆重的結婚禮典禮上 跟家人朋友共同來參與這個婚禮 然後享受這個 得到大家祝福的一個場合 希望在這個婚禮 由我們市政府委外的單位 來布置相關的拍照的景點 雖然天氣非常的不配合 但是不減熱情 也不減愛情 希望愛情跟熱情 能夠繼續在激容發生 如果看到這麼溫馨的這個場面的話 我想也可以使他們的愛情更加迷奸 而且也讓他們能夠 步入人生新的一個旅程 所以我在這邊忠心地來恭喜 來祝福他們 也讓他們都能夠 永遠愛合白頭攜牢 我想我們基隆市的人口 有在逐漸下降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幾對的新人 能夠結婚後能夠多子多孫 讓我們基隆市的人口 能夠逐漸地能夠增加 讓我們的基隆 能夠是一個很有愛的一個城市 金融冬季東北季風增強 這次又遇到颱風外圍環流攪局 還好主辦單位精心策劃 讓新人順利完成終身大事 想必也是新人們終身難忘的體驗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請求大家 請求大家 請到這裡 明明記得 請jo loa 安排 眾眾多 騙越多關越久 最多關12年 最重罰3億元 提高假釋門檻犯 三次不得假釋 要讓詐騙集團想騙的不敢騙 已經騙的會被抓 騙到的沒得花 守護詐騙被害人 提供被害人多元協助 有一律就打165 讓政府來幫你 打詐新司法 加重刑罰共同打詐